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的9月18号了啊 周五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今天给咱们聊一个街坊四邻的话题啊 这个记忆中的北京大兴县胡同啊 北京现在不是有个大兴区吗 原来就叫大兴县啊 这个大兴县胡同现在没有那个县字了啊 区县的县 现在叫大兴胡同啊 那个大兴胡同里边 大家都知道是我是东城人啊 这就是东城区的一胡同 在郊的口南边啊 东城公安分局就在那里边啊 这个那个分局的食堂 原来是我的客户啊 然后这个标题是记忆中的北京大兴县胡同 有位邻居是云南王卢汉 卢汉啊 就是49年云南起义啊 这个投向共产党 这个背叛国民政府的那位啊 然后同时被起义的 被胁迫 被裹挟的 还有军统局啊 云南战的战长审罪啊 好了 我们现在给大家读啊 这个 在我们这些孩童的眼中 卢汉个头高高大大 有些微胖 为人 亲切和善 这个文章的原标题叫童年的记忆 街坊四邻 现在看来 他应当是以此身份来做掩护吧 以前 北京胡同的门牌号 并不是像现在这样 按照单双数来排列的 而是从胡同尽头的一间 为一号 以下就按照顺序排下来 然后再转到胡同的另一边 我家住的大兴县胡同 36号的对面是7号 现在改名叫大兴胡同了 7号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 高大的门楼 两三米宽的大门和门道 高高的院墙 一看就是为大户人间所有 这是一个三进式四合院 为前院 中院和后院 有前中后三个院 三进式四合院 宽阔的庭院 仿古的建筑 非是我们住的那个小小四合院所能比拟的 这个院子经常是大门紧闭 只是偶尔才有人居住 平时只有一个老大爷看门 这位大爷姓张 经常一个人住在那里 时间长了就和我爸爸成了棋友 没事就会摆上象棋 杀上一盘 老哥俩边博弈边斗嘴 偶尔也会争得面红耳赤 这样一来二去 张大爷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张大爷虽然是看门的 但是抽的烟全部是中华和牡丹 最次的也是大前门 中华牡丹和大前门 这都是三个香烟的牌子 都还算不错的香烟 尤其是几十年前 而且一进门就给我爸妈递烟 原来爸妈都是不吸烟的 但在那个年代能有这么高级的香烟抽 不动心那是瞎话 可能也跟着抽了啊 这人家一劝啊 张大爷一来 妈妈也总是拿一个大玻璃杯子 漆一杯非常浓艳的茉莉花茶给张大爷喝 张大爷是上海人 年轻时混迹于青帮和红帮 为人豪爽大方 当年掩护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这个包括后来的中调部部长孔元啊 孔元啊 大特务头子啊 在这个中央调查部当过部长 后来又到总参三部当过这个政委啊 和那个武修全搭档啊 他们都是搞情报的啊 这个孔元的儿子叫孔丹啊 大家都知道啊 红二代里边的左派啊 既得利益者啊 听张大爷说 孔元和许明夫妇俩对他非常照顾啊 这个孔元是南方人啊 好像是 这个许明呢 他老婆是北方人 好像是河北苍州的啊 好像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后来许明自杀了 文革的时候啊 好像是自杀了 现在我还不能确定啊 这个解放后便被机关派到这个招待所做看门人 其实这个青红帮和共产党啊 青红帮的人为什么掩护共产党呢 也许他认为他们也是一个帮派 也是一个类似于青红帮的组织啊 这个都是有点秘密的神秘的色彩 是吧 有接近的地方啊 七号院的院落啊 非常的宽阔 张大爷在中院摆放了十几个大号的鱼盆 饲养各种金鱼 这个狮子头 望天 珍珠 龙精 可以说比较好的金鱼品种 应有尽有啊 我们家啊 原来我爷爷家住青年湖东一向十七号平房啊 有个自己家有院子啊 我呃 我们家也养过金鱼 也养过啊 养过金鱼 养过鸭子啊 养过鸡啊 这都养过啊 这个在院子里边养猫 不免会招来养鱼 对不起 在院子里养鱼 不免会招来一些野猫惦记 鱼缸上尽管盖上了铁丝网 它那不叫铁丝网 那个叫壁子 北京话管这叫壁子 就是一种网格状的 能够渗入水的 同时又能够呼吸的 啊 鱼缸上 我听他的吧 鱼缸上尽管盖上了铁丝网 但猫的爪子还是会从网眼的空隙处伤害金鱼啊 他着急啊 他把爪子伸进来 他刀啊 刀那个鱼啊 是吧 就拿那个锋利的爪子来 想撕扯 但是又撕扯不到啊 为了对付这些野猫 张大爷不知从哪儿弄来了猫笼子来抓野猫 抓到的野猫就会成为张大爷的桌上餐 张大爷成为我家的常客以后 我就成了七号院的贵宾 有事没事 我都可以按大门上的门铃 让张大爷给我开门 我到他们院里去玩 张大爷做饭的手艺非常高 我在他那里吃过几次饭 也吃过他做的猫肉 啊 他把那个猫都给吃了 这张大爷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 我收养了小区的一只六个月大的流浪猫 他叫妞子 今年正好十周岁了 啊 北京人有时候说十周岁 不说十周岁 北京人喜欢省略 叫十周啊 不说十岁 叫十周啊 我一直在为吃过他同类的肉而羞愧 时间长了才知道 这个七号院是中植机关的招待所啊 就是东城区郊道口 大兴县胡同七号院 这个三进的大院子啊 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 中植机关的招待所啊 在我的印象中 那里很少有客人居住 其实这都是一个秘密机关啊 保密机关 这个周恩来就是搞秘密活动啊 非常在行的啊 其实共产党里边很多的军官 将领啊 都是情报部门出身的啊 像武修全呀 这个武云府啊 就是那个 这个叫什么 原来国家体委主任武少祖祖他爹呀 李克农啊 陈庚啊 这都是搞情报的啊 柴成文 那么即使有 也就是一两个人 而且住不了几天就又走了 都是一些秘密工作者啊 在这临时的住啊 但在文革前后 有一对老夫妇 在那里边定居下来 一住就是好几年 时间长了 那家的女主人和我妈妈也成了朋友 男的姓陈 我们都叫他陈叔叔 他是中等个子偏瘦 为人非常谦和 见到我们大人孩子 总是亲切的打招呼 女的姓胡 我们叫他胡阿姨 胡阿姨高高瘦瘦的 操着一口广东的普通话 能说 也爱聊 那段时间 他是我们家的常客 从聊天中 我们知道 他们夫妇俩刚从香港回来 胡阿姨告诉我们 他在香港的身份是舞女 啊 舞女 现在看来应当是以此身份来做掩护吧 啊 这两口子 这个陈胡夫妇应该是特务 特工啊 自从那以后 在我小小的脑海里就把枪和武器联系了起来 我们院子的斜对面就是六号院 六号院的大门虽然没有七号院的宽 但是有自家的车库 大家注意啊 北京现在胡同里还有一些四合院啊 一般都给漆成灰色的大门 大门旁边一般有一个单独的房子 门也是灰色的 那是车库 凡是这种的啊 灰色的 带大门带车库 常年关着大门不开门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中央的大干部啊 大脑袋瓜子 大脑袋住的地儿啊 有一定级别的啊 起码得是部长或者更高级的住的啊 很多是那种所谓的老革命啊 我没有进过六号院 但从外表看 其建筑的质量一点不亚于七号院 时间长了 我们知道那里的主人是卢汉 当时我们知道 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人称云南王 1949年 率领部下起义 是位著名的民主人士 他还是六十军的军长 他在雪战台尔庄等著名的抗日战役中 立过大功 也是一位著名的抗日英雄 在我们这些孩童的眼中 卢汉个头高高大大 有些威胖 为人 亲切和善 看见他坐小汽车回来 我们这些孩子会围上去 他有时会让司机高叔叔 给我们一些糖果 记得有一次高叔叔在门口 擦拭他所开的吉姆轿车啊 就是擦车啊 在那擦车 这个司机啊 得保证 尤其是开小车的啊 给领导开车的 得保证这个车的车框 啊 就是不能路上坏了 同时 这车得干干净净的啊 我非常有礼貌的走上去 向高叔叔问好 哎 这孩子懂事 有礼有面 是吧 得有礼貌 得有家教 高叔叔笑着拍拍我的头 从车座子底下啊 拿出一只 带有十分精美的皮套的手枪 展示给我看啊 那皮套就是枪套啊 我十分惊讶的说啊 这是枪 高叔叔笑着回答说 这是武器 我当时还小 不懂得武器的含义 但自从那以后 在我小小的脑海里 就把枪和武器联系了起来 谢谢啊